哈囉 其實是拍照的 等一下是5 3 2 1 然後就歡迎我們的唐正偉 這樣 然後 ok 好 3 2 1 好 歡迎我們的唐正偉 你好 你好 我是衣服圖書館的必讀 是 然後 其實衣服圖書館呢 就是一直很關注 就是衣服 它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做二手衣交換的嘛 對 所以今天就想要問唐正偉 一些小小的跟衣服相關的問題 沒問題 之前我們在這邊office hour的時候 我也問了你們很多問題 給我們理上網來 然後就第一題是 因為我們衣服圖書館最初期的時候 有做一些找衣室的採訪 就放在粉專站 然後就想問唐正偉 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衣服故事 對 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個 是之前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跟張宏志大使 來討論說我們在疫情之後 我們怎麼樣來幫助全世界 那因為他是我們的無人所大使嘛 那在就是我們辦這場研討會的時候 忽然之間就有一個設計師跑出來 拿了這套衣服 說欸我知道你要跟我爸這個聊天 所以這個我希望你穿上 這是我的作品 他叫詹普 就是那個張宏志的小孩 那我穿了之後也覺得蠻開心的 然後他就說那你就不用還了 我就送你 那我就說不行啊 因為這套衣服一定超過三千塊 如果超過三千塊的話呢 我們就要送正風處啊 這個是我們公司人員 不能收很貴重的東西 所以我就直接私訊他的粉專的小編 因為這位設計師呢 他並沒有告訴我這個多少錢 但是小編是會告訴我的 所以小編就告訴我說 這件要多少多少錢 我說好 那你們的銀行賬號怎麼 他說我們銀行賬號這個啊 我說我已經轉賬了 那轉賬之後呢 他就說那可不可以就是送回來 我們先洗涤乾淨啊什麼 我說我已經穿兩天了 沒有關係 所以這件我就一直沒有送回去 我就跟他們買了 買了之後我就一直穿到現在 所以這件衣服對於唐政偉來講 是就是關於他振興疫情啊 然後還有跟各界合作一個回憶 一個回憶 因為當時就是為了這場研討會嘛 那所以他專門挑這個衣服 來讓大家感覺到說 欸真的台灣很可以幫助大家 那所以他有一個設計理念在背後 那他也親自過來幫我試衣服等等 所以這個就跟山鳳志大使的這個訊息 等於是結合在一起 在我在一起是一個一點的記憶 而不是一個好像單點單點非常多點 然後我還要自己在哪裡把它組合起來 我現在想到那一場研討會 欸我想到這個衣服 這兩個就是馬上是一個單點的記憶 那我們前面在看就是在來訪問唐政偉之前 我們有看一些您過去的採訪 然後就發現說就是您在15歲的時候 其實有嘗試非常多不同的穿衣風格 對對對那從15歲之前一直到15歲之後 可能就比較確立自己就是是女性這一部分的話 那是怎麼去看待衣服跟性別這件事情的 對我其實穿的衣服一向都比較素色 所以他其實是也不是特別男性或特別女性 比較中的 所以他是非常中性的 那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像我外面這一件 應該是散彩醫生老師嘛 他所研發的一個布料 那這個布料當然是非常容易洗 而且你怎麼樣折都不會變形 所以我常常旅行這個就很好用 那他後面有一個理念就是說 他就是一塊布而已叫做a piece of clothes 那所以我覺得人跟這一塊布的關係 不是應該受到性別的框架所局限 好像是說你是某個性別人 你就跟這塊布料不能發生關係 不是這樣的 而是我們透過穿衣服來了解布料的性質 也了解到說 我們放在這些布料設計上面的這些設計師 他在材料科學上面 在時尚上面 在顏色的選擇上面等等 他都有他的創作理念 等於是我們認識創作者的一個方法 那因為看唐正偉 就您剛剛有講到說 你比較多是素色的衣服 感覺很多場合就比較是黑或白帶 那想問你是怎麼確定 就現在這樣的穿衣風格 對 因為其實我參加很多活動的時候 那個活動本身有它的主視覺 像我們參加17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7個都是完全不同的顏色 對 所以你穿一個不同的顏色的時候 感覺上有點跟它宣兵奪主 就是我現在如果穿一個這個亮黃色的 那是第11項 但是我今天穿參加一個剛剛講到的促進健康 那是綠色的 第三項 人家就會覺得說你在講永續成香 還是你在講健康 對 那因為永續發展目標17色 把可以用的色盤差不多都用完了 所以說我如果要參加這個的話 我只有黑白灰就是灰街可以穿 這樣子才不會有宣兵奪主 因為畢竟主題是這個永續發展目標 不是我嗎 所以是為了襯托永續發展目標 是這樣子沒有錯 了解 那 唐聖偉我們平常啊 也會看到很多就是可能雜誌啊 或是報導媒體 然後對於穿搭有一些討論 那就像前面剛剛問到的就是 好像是人跟這個布料 不管你是什麼性別都可以跟這個布料發生關係 對啊 對那你會怎麼看待就是 我們可能在穿搭的時候有很多守則或指南 會教我們說可能要把比較胖的地方折起來 或是穿什麼顏色顯瘦之類的這種這樣的事情 對我是很相信所謂的body positivity 就是說你的身體就是你很開心你有這個身體 其實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話 不管你是想要怎麼樣子穿搭 那都是你希望別人更認識說我的身體是這樣子的一個形狀等等 對所以我才一直糾正大家說180不是IQ而是公分 那也是比較認識這個身體的其中一個性質就是身高 對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我不會特別覺得說 好像我一定要是穿高跟鞋 讓我看起來190公分 但是我也不會特別去做一些穿搭 讓我頭看起來沒有那麼大 因為我的頭就是蠻大的 他就是已經對我的身高有很高的貢獻 對所以就是說像這些就是大家認識我的特質嘛 那我也不會特別覺得說我要透過穿搭 讓自己看起來九頭深 這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基本上我還是以這個身體本身的這個正向的 給人有印象的部分positivity作為出發 那衣服我覺得是襯托這個 而不是好像是說要把它否定掉 或者把它取消掉 喔對 感覺上很正向的 那 充滿正能量 對對對 那 訪談要到這邊嗎 我們討論一下 反正這邊會卡掉 等一下 其實我們是全程側拍的 對 這一趴是卡不掉的 我們要問一下對二手衣的看法 或是對衣服圖書館的看法 或是對共享衣的看法 可以啊 對那 好我想一下對問題要怎麼組織 其實 其實我覺得衣服圖書館想要做很多事情 就像是每一件二手衣都不一樣 跟每個人都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希望讓藉由衣服來認識每個人的特殊性 然後會想問問看唐鳳正偉對我們共享衣服啊 或者是二手衣交換這樣子的活動有什麼樣的看法 對我想很重要的其實它是交換故事嘛 對 像你剛剛問我說身上這件衣服有什麼故事 我講這個故事 所以呢 你是透過衣服來認識新朋友 又透過新的朋友來認識新的衣服 對你來講新的啦 對他來講是老朋友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就叫做social object 就是它是一個社會的一個物件 它不再是說好像在我的衣�裡面 只有我自己看得到的東西 而是變成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可以拿著這個衣服問說 你穿這個衣服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故事啊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個故事才是大家共享的主體 但是衣服是一個很好的記憶點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衣服是一個記憶的單點 我只要一穿上我就想到一連串的故事 而不是變成是說好像我還要去查我的日記啊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personal的日記 但是透過二手衣的這個概念 它變成是一個好像共享日記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在以前只有紙本的時候 互相分享日記 那個是兩個人交情非常好才會做到的事情 不過現在因為網路科技的發達 大家都在社會社交媒體上根本就是共享日記的情況 對 所以現在也是運用同樣的技術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衣服裝作載體來共享大家的日記 好 好 那我覺得我們訪談是不是 好 OK 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好 那我們做個簡單的結尾 好 然後結尾的話 就是謝謝唐正文今天給我的訪問 那我們現在進入快問快答的部分 是的 OK嗎 你要講 好 那非常謝謝唐正文今天就是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然後接下來就是進入快問快答的時間 GOGO 對 好 對 那快問快答的題目 我們等一下會就是跟您說 然後您可能就是前面幾題是會跟不會問題 然後會可以別 前面兩題 會的話可以打圈 不會的話可以打差 然後如果沒有圈差的話可以就直接回答這樣 然後我們到時候會再幫您上字卡 然後出去之前的話也會再給您看過 就是影片出去之前這樣 嗯 不然我們全程側拍了 所以也沒有什麼NG的機會 好 所以我要先練一下齁 你說什麼打圈 對 打圈 打圈都開起來都像愛心啊 好奇怪 OK 好打圈 打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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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插 OK好 對我們兩個就會默默的離開 你要還在這邊嗎 我坐這邊問 你們還在這邊比較聯繫啊 比較聯繫 嗯 連續 對啊 就是不會有一種好像你剪接的時候 背景差太多的狀況 好 那你就坐過去就好了 現在畫面不是只剩我嗎 對對對 對對對 OK 這樣 這兩個椅子往兩邊側 對啊 其實你只要坐到攝影機旁邊就會很自然 好 好嘞 那衣服快問快答第一題 會網購嗎 會 會 會穿二手衣嗎 會 這多什麼顏色的衣服 黑色跟白色 冬天的衣服會每天換還是重複穿 會重複穿 多久洗一次衣服 每天洗一次 衣櫃整齊嗎 整齊 比較喜歡穿裙子還是褲裙 褲裙 關於睡前想好隔天要穿的衣服還是起床再決定 其實我只要是工作日每天都穿一樣 有固定的睡衣還是隨便穿 隨便穿 衣服圖書館上線後會想要使用嗎 我想我會測試看看啦 但是我自己的衣服因為我每天都穿這套 我沒有二手的可以捐出去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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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